大家好,今天是4月18号,现在是中午11点20分 来到纽约曼哈顿西湖山街20号 大家看我后面这栋摩天大厦高级公寓楼 它就是知名女企业家张兰女士在纽约豪宅公寓的所在地 那据新闻报道,张兰女士在纽约这栋价值720万美元的豪宅公寓 最近被发拍,这个叫价降低了将近200万美元 结果都没有人要 那好,现在就具体的拍给大家看一下 好,站在豪宅的对面给大家读一下新闻 新报道,纽约地区法院 5日把汪小飞机蟑螂在纽约中城的豪华公寓公开发拍 原来投资于1200万美元计算 对面这栋公寓楼特别大,我再往前走一下 那接着说,新闻说不包括其他开支 但是因为断供贷款引起的账面损失 变多达700万美元 但没有人还价,最终公寓楼是由德意志银行暂时接管 那纽约地区法院3月3日一份判决书信息显示 好,现在过马路来看一下 哇,这门口都是有站的,有主管的 大家看,这个就是20号门牌 大家看,这就是门牌号码20号 刚才门口是一个亚裔的女主管 我都不敢在站,他现在不在,赶快过来 那接着说,新闻称,甜蜜生活美式有限公司 盛数蟑螂及其公司,汪小飞及其蟑螂位于纽约 西53街20号39A,在39楼的公寓将被拍卖 所得款项归甜蜜生活美式有限公司所有 刚才我看到有几个老外在这门口坐 出来那个亚裔的好像是一个女主管都把他们赶走了 所以我都不敢过来拍 现在那个女主管不在了 我就在门口给大家走一圈 走过来,他这个门牌号有点奇怪 走过来是28号 这几边门口也站了几个主管 那再过来呢,很奇怪 他这个门牌号就到了30号了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门口都有人的 吓得我都不敢在门口站了 这个蟑螂所在20号门口 之前是一个女的经理好像站在门口 我都不敢过去,你知道吧 在秤土春节的马哈顿 你看这种豪宅公寓是有停车场的 你看这个卷连门进去 它就是停车场 那先给大家说一下蟑螂女士 这种豪宅公寓的地理位置 大家看我后面那条街 走个50米路 就是有名的第五大道 第五大道上面有特朗普大厦都在那 然后这个蟑螂的豪宅在39楼 那从她的豪宅走路去 那个中央公园 也是差不多走个20分钟就到了 苹果旗舰店啊 还有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啊 都在附近 你看街对面是蟑螂的豪宅公寓啊 转过来就是游客的打卡圣地 洛克菲勒中心的背门 就是后面一道门 你看游客也在这里排队进去 那洛克菲勒中心往前走 就是六大道 那这些照片呢 是网上公布的该法拍屋的照片 从相关网站上呢 可以看到该房产的信息 这栋大厦呢 它是建于2014年地处纽约黄金地段 那蟑螂这套房呢 是三房三位 价值720万美元 但是法拍的时候 最终540万美元的交价也没有人要 那新闻说呢 在此期间啊 这个蟑螂与这个 甜蜜生活有限公司 持有的多方诉讼中败诉啊 任拖欠CVS的基金呢 1.42亿美元及利息啊 折合人民币呢 就是9.8亿元了 太吓人了 那新闻说呢 了解拍卖流程呢 社区人士说啊 法拍物赢呢 如果未能在拍卖会上脱手呢 就会卖给贷款的银行 此而呢 即是得意志银行 正式成为这个 该银行的全权物业 好你看我顺着豪宅往前走 就是有名的第五大道了 大家看一下 张兰女士豪宅旁边的这个停车场的价格 一个小时 27块8毛8啊 豪宅前面这个路段正在维修啊 也走一圈给大家拍一下 哇 来了两个美女 那大家看新闻都知道了啊 2000年的时候呢 张兰以2万美金创立了 跳江南这个品牌 一度成为这个业界的传奇 看张兰的豪宅走两分钟过来 就是五大道和五十三街的地铁站 这个一号线和M号线都从这里经过啊 继续往前走啊 你看来到第五大道了 这是优衣库的门链啊 后面 大家看我走了差不多几分钟 两三分钟啊 过来就是五大道了 你看这就是第五大道 进来就是西五十三街啊 张兰豪宅的所在的这条街道 很多街头艺术家在这里卖画啊 游客的打卡圣地啊 过来是个教堂啊 门口有一位不家可归者的大叔啊 好 软签子 那接着给大家念新闻啊 新闻说呢 就是这个张兰的翘江南呢 是2008年以后呢 就准备开始储备上市了啊 直到2012年啊 出市呢就开始变得不顺了啊 还产生了投资欠债啊 这时候呢 CVS就是欧洲这个事务集团 那他就出现了 那2014年呢 张兰将翘江南大部分股权呢 就出售给了这个CVS CVS呢一度呢就成为了这个 翘江南的第一股东 这个纽约又降温了啊 最近温度只有8度啊 前几天都30度啊 怎么说冷就冷啊 也不打个招呼啊 那今天这个新闻呢 就给大家读到这里了啊 自己看到这个创业也不容易啊 守业也不容易啊 做一个女企业家 那是更不容易了啊 但是大家看到了 刚才那种豪宅啊 在纽约的话 一般的美国人都是买不起的啊 那都是要有钱的美国人 才能买得起啊 所以这个张兰女士 还是挺了不起的啊 可以买这么贵的豪宅啊 那好 今天这个新闻感谢大家给我点个赞 关注转发订阅啊 好 谢谢大家